今天小猪佩奇和一些动物朋友来到了公主的城堡里面玩 托马斯小火车把小猪佩奇和弟弟乔治送到了城堡去 目的地到了 佩奇和乔治就下车了 小火车就回去了 佩奇对弟弟乔治说 乔治城堡到了 我们去敲门吧 弟弟乔治说 敲门敲门 公主出来了 就跟佩奇和乔治问好 佩奇乔治你们好呀 你好公主 小姐弟也向公主问好 打完了招呼 三人就进入城堡 乔治看到两只生物 他把它们叫做恐龙 恐龙 佩奇对乔治说 乔治说乔治这是马 公主也说乔治这是马不是恐龙哦 乔治说乔治是马 乔治真聪明哦 乔治真聪明哦 公主带着佩奇 两姐弟一起去跟其他朋友会合了 这是莴炬姑娘 莴炬姑娘很高兴认识你 公主又继续介绍 这是佩奇和乔治 佩奇乔治你们好 公主让人送来了糕点 哇好漂亮啊 佩奇很卡探啊 莴炬姑娘也很赞探 真是漂亮啊 公主可以教我吗 公主说当然可以 佩奇也说那我也要学 以后我可以做给自己吃 还可以让朋友们一起来尝尝 动物朋友们也过来吃糕点啦 大家一起吃着糕点聊着天 玩得非常的开心 谢谢大家收看童话时光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